歡迎收看小明星 歡迎收看小明星 小明星 今天的主題很特別 見物也見人 今天聖風來的六位 是…六位 雙不在見物的好不好 沒錯… 秀慧姐 你的當鋪跟你有關係 我從五歲我就進出當鋪 這樣好嗎 真的假的啦 我怕當鋪不出氣 在吃那一年都出氣 都出氣 都出氣 夭壽 因為年輕的時候我爸爸很愛賭 一堵賭書錢又不敢跟我媽媽拿 他不敢跟我媽媽拿 以前那個年代西裝可以當 對 可以當西裝 棉被可以當 棉被也可以當 對 所以西裝大概可以當個五六十塊 那時候一百塊就很好用 對啊 那個面一碗才兩毛半 對 然後棉被一條可能要看厚度 要看幾斤啦 趁重的 然後棉被大概可以當個二十塊 OK 有一次剛好就冬天嘛 我媽媽要換棉被 就找不到棉被 你說麵被咧 我就啪啪啪啪啪啪啪 說麵被咧 在當店 這個可能是民間的 最快速融資的一個 一個管道 對 某一種互助會 銀行 銀行銀行孤好最現實了對不對 對 錢借給誰 我們錢只借給有錢人 對啊 你還有錢還得出來 有這種當店你有處理過事情 一定是不得已才去的 因為銀行就是不借錢給我們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這工作是沒有薪資轉帳的 對 所以對銀行來說我們是小白 我們走進去他不會借給你 動產 不動產 我們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 然後你就到 這樣子啦 這什麼推薦啊 我連武器都買不起好不好 對 不可以這樣子 然後反正有一次真的是 就是過不去 沒辦法 那個時候就是 就是缺二十啦 二十萬 對 就是前幾年的事情 真的缺二十 我去哪裡也升二十 跟人家借也沒 人家也沒有那個現金建議 對 你也沒有那個行情 平常也沒有行情 不是…不是行情 友情… 對 也不好意思開這個口 有二十萬 你打一個電話給憲哥就好了嗎 還好他沒有我的電話 你很幼稚耶 所以那時候翻了… 翻到這個阿公阿嬤 就是送的那個金項鍊 金幣 對 大概是四四兩種這樣子 其實你可以拿去金店賣 但是因為那個是 他留著撥千金 四兩喔 撥千金 但是因為這是傳下來的嘛 出唸了 你這樣賣掉好像也覺得好像 不孝順好了 想說他既然只是要走轉 不如就拿去當鋪借借看 OK… 反正我有錢 再把它輸回來嘛 對不對 結果拿過去之後他就說 不好意思 沒辦法 這一條就只能借你十萬塊 十萬 我就說十萬真的是 還缺十萬 真的是不夠啦 我說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我真的缺二十你知道 你要嘛缺好幾億 對不對 你最怕那種缺一點點的 要大不大 那種要命的那種你知道嗎 你二十萬是要執法的是不是 沒有…那時候反正就是過不去啦 有這麼過不去嗎 過生活… 沒有 執真的過不去 執法之後還寬裕之後做的事情 對… 然後反正後來就在那邊 就是來回來回嘛 後來他就願意借你十八這樣子 但是利息就很高 對 然後反正後來就是這樣 陸陸續續還了好像還了 我好像還了五年吧 可以把那條書回來 年產還完了 對 其實我還了那個錢有沒有 兩倍 對 有過這樣的淵源 五年兩倍算合理 還好 因為還有通膨嘛 對 因為如果是 算兩分半的利息的話 三年就執母隊了 執母 執母隊 你借一百萬 三年後兩分半利息 就是兩百萬 執母隊就一百 然後跟一百的利息 怎麼樣 對嗎… 有沒有看到 點頭如搗算 憲哥過來人 什麼過來人 大部我們沒有進去過 他有經營一些 歡迎第一位琪琪 來…林綺 你好 如果四年月收25萬 這麼多啊 來第一條 富家子點到名車 事後耍手段不還 到底是慘焙 是什麼意思 玩感情 曾經有一位朋友 他介紹了一個 他的朋友來給我 然後拿的是賓士E300 但是他才20出頭歲 然後因為這台車我查過 我確定在他本人名下 然後這台車 不是張車啦或什麼啦 對 然後也沒有在銀行貸款 又是全新的新車 然後他就跟我開口說 這好聲音啊 還OK 好 我就跟朋友了解了一下 然後他 我朋友就跟我說 他是某傳產大恨的死生子 所以我就想說 他應該有還款能力吧 因為60萬還出去的話 一個月可能要三四萬的 你還有那是不是E300啊 對啊 E300如果是一年的車子 至少要有200多 300萬 可是我們沒有留車 因為我們是業務店 業務店我們不會抵押卡的事 好 業務店 對 業務店是會秀嗎 業務店如果有穿制服的話 可不可以叫制服業務店呢 業務制服店 就我們傳統店跟業務店而已 業務店就是專門做放款服務的 就是靠業務能力去審核 就是不管有沒有檔品 只要業務願意放款就可以放 傳統店的話 就一定要有點檔品 有這種事情 那晚一點聯絡一下 對啊 是不是這都可以借錢嗎 對啊 我剛剛有聽到你要執法是嗎 執完了… 執過了… 已經失敗了 對 執法人員執法… 對 然後到一個月了 要跟他收錢了 發現他人間蒸發 以前我有個朋友他在開當鋪 但是他點檔車子 車子是要放在他那邊的 對啊 那就有一個年輕人 開了一台編W 就是舊舊 中古的舊舊 他說要去找找 有你這麼舊 不是 我是說有你那台那舊 很新的 很新的 然後我朋友就借他大概 清朝用得真 借大概十幾萬 十幾萬 十幾萬 結果車子留下來了 可是沒有幾天警察來了 怎麼啦 開車子去借錢的那一個年輕人 他就去跟警察說 那台是那個車子 當車 對 失竊 他根本就不想還那個十二萬 所以他去跟警察說 那台是失竊車 所以呢 現在我們朋友到現在還在 還在高高點 對 還在關失蹤 對 這種東西很夠失蹤 我發現他把車子賣成全力車 我們當初在簽合約的時候 是只能對他當時的當品做扣牙 他車子已經變賣給別人了 變成我們沒辦法通知業者 去拖 調回來 怎麼辦 對啊 好可怕喔 就這樣算… 還不趕快 謝謝姊姊 對 他就這樣算了 我等一下去調一台E300過來 你懂嗎 對…你先調… 所以你看開當鋪也不是都賺的啦 風險也是很大啦 對不對 好恐怖 來Brian Brian入航六年月收70萬 這個賺比較多 漂亮姊姊未轉運偷家人物品 來天堂借運 好特別喔 我剛才在說漂亮姊姊馬上出現 有一天這個姊姊就按了我們門鈴 然後就走了進來 然後我就是客氣的對她詢問說 請問姊姊你什麼物品要做詢問借款 她就秀起她手上的手錶 是一顆勞力士Daytona Daytona 對 然後她就跟我說 我在外面聽見一個聲音說 請我來到你們這間當鋪做借款 然後我就很驚訝 第一次遇到客人說 下廣告竟然奏效了 不是 我就跟她聊過之後覺得說 她人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她神智感覺也是很清晰的 對…不是亂講話 我也是對了她的雙證件之後 然後以及說盒子 她的手錶那些都正確 沒有問題我就是撥款給她 在撥款之後的一個禮拜 她的家人就是帶著她過來 來我們當鋪 就跟我說 真的嗎 我說我真的還不清楚 因為她說那個姊姊 其實之前是一個靈媒 她在到處幫人家算命 可能被卡到 對… 然後她就說她其實 有時候會自言自語 然後就是跟一些零溝通 然後我說其實她來的時候 都是很正常的 我們都不知情 而且還是漂亮姐姐 好像都打扮好好的這樣子 對 她打扮很華麗 就是你覺得說 根本就是不用上班的那一種 那怎麼會需要用到錢 對 然後後面她家人幫她還了 手錶的50萬 輸回 對…因為她家人說 她其實是要強樂送到安養育 這是一門好生意啊 還沒到期她輸回 輸回是要扣利息的 多多少少… 對… 拜託那講得跟 好像你們是爸愛電視 沒有… 不可能啦 一定會啦 手錶輩… 先去的講啦 鍾翰 來 你是正統的這個 你嚇到他了 這個真的就是 他爸爸就是這個盪一代 你就是盪二代 對…我是繼承家裡的代 第一條 憲哥在我 我在這十年對不對 我有遇過一個客人 比較特殊的人 對 他曾經是我們的台灣之光 對… 他是知名的奧運選手 和亞運選手 對…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 節目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拜託 已經不斷衍了